风扫过仿佛战场一样 美国是世界上龙卷风发生最多的地方 平均一年700多个 春夏交接之际是发生几率最高的时期 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一样有龙卷风走廊的称号 包括了南达科他州 堪萨斯州 一路往南到德州都包括在内 主要是因为喷射气流 让美国西部出现大范围的冷空气 低压槽偏强 加上东南部的高气压 让冷空气与墨西哥湾的湿暖空气混合 而且这两股气压长时间停留 产生恶劣天气 而龙卷风强度 大多数都在改良藤田级数的第二级之内 第一级会造成屋顶被先飞 而列在时速266公里内的第三级 比较大的建筑物会遭到严重损害 美国今年最强龙卷风是3月 在阿拉巴马州造成23人死亡的第四级 造成极端损害 连结构稳定的房子都被完全破坏 龙卷风像地震一样难以防范 美国每年都要损失上亿美元 甚至人命伤亡 未来要减少灾难 恐怕还需要更多科技与人才的投入 大海新闻理方编译 至于这个场景就不是龙卷风了 他在南美国